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当天说 美方已告知俄方将关闭 位于华盛顿和纽约的 俄罗斯签证中心 但目前美国国务院等政府部门 尚未公开宣布相关措施 报道说 安东诺夫当天 在俄驻美大使馆举行 纪念苏联卫国战争 爆发83周年的活动后 对媒体公布了上述消息 他说 美方举动 为俄驻美外交官制造额外负担 俄驻美使领馆将继续提供领事服务 安东诺夫说 美方同时剥夺了俄外交人员 在美的免税待遇 尽管如此 俄驻美外交人员 不会向美国政府缴税 他说 美方未对上述一系列决定 提供任何解释 塔斯社22号援引俄外交部发言人 扎哈罗瓦的话报道说 如果美方措施得到执行 俄方将做出适当回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